我們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謝謝 副委員長好 羅部長 我想大家都今天早上都在問這個 有關這個憲兵辦案的這個問題 那這一點我還是不免除的問一下 就是說 您剛剛我在台下聽起來的意思是說 按照您的理解就是說 現行行說法雖然有規範這個 憲兵具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的身份 但你認為他所應該要處理的案件的權限範圍 是限於軍事審判法所涉及處理的案件嗎 我是指說他主動偵查主動偵辦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接受檢察官的指揮調度 而去協助辦理其他的案件 那就另當別論 所以你認為就是說假設他是要主動進行調查 那這個部分就限於軍事審判法所涉及到的案件 是不是這樣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您個人的看法 那軍事審判法因為已經在限縮在暫時使用嘛 對不對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前提下 憲兵如果沒有在假官的指揮調度做一個協助的話 主動偵辦軍事審判法 或者說在平時的時期來主動的進行偵辦 你認為這個是不合規定還是不合法還是不合實議 如果他做的 因為我們不談這個具體案件 可是如果從法律規定的抽象原則來看 當然只要違反程序或者說違反直接的法律規定 所以當然都是違法的 那現行的刑事訴訟法 確實從229條以下 賦予他們具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的身份嘛 那部長剛剛認為說 他辦案的這一個權限的範圍在平時 幾乎是等同是0主動啦 我剛剛講主動啦 幾乎等同是0的情況之下 那現行的刑事訴法又規範他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的身份 那這樣子的刑事訴訟法 有必要要進行相關的修正嗎 我是覺得有時候考量事情 可能要看一些狀況 以這個監鎖的緊急事故的處理為例 他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去請司法警察來協助 那個部長我現在只是問您就是說 因為現行的刑事訴訟法 是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的身份嘛 那我如果您要這樣回答的話 那我再問一遍 那現行的刑事訴法司法警察官跟司法警察 如果您要這樣賦兵有這樣子的一個身份 有任何刑事訴訟法有相關的規定去限縮 他只能夠承辦 軍事審判法所涉及到的相關案件嗎 沒有 以我所知沒有直接明白的規定 那這個點我請教一下司法院的蔡廷長 是我個人的一個解讀 您個人的一個見解 那我想問一下司法院的蔡廷長 就是說因為你們是行訴訟法的主管機關嘛 那就我的理解 其實早年我們在討論行訴訟法相關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身份 其實有在質疑 那因為日本的行訴訟法跟德國的行訴訟法 如果你去看的話 它事實上是沒有把這個憲兵 放在這個行訴訟法的司法警察身份底下 那就我了解 日本可能在憲兵條例或自衛對法裡面 可能有涉及相關的規定 並不是放在一個普通的行訴訟法裡面 那我看了一下德國的行訴訟法 也沒有看到相關的規定 那就你們這個貴院的見解 認為行訴訟法有關憲兵 放在一般的司法警察身份 放在行訴訟法裡面 是不是屬於一種有一點威權的遺留啊 報告委員 是這樣子 憲兵他現在仍然是司法警察 主要是當然會有一些這個軍法案件 必須要他去處理 但是呢 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 看到這個 今天的 那個這兩天的新聞以後 我們也有主動 查我們 這個國內的相關的法律 我們發現其實就憲兵的部分 我們似乎發現 沒有任何在權責上 有一個明確的限制 那當然如果說 像例如說這個 這個海岸巡防法 它就會有掌理事項 這個部分 但是憲兵的部分 我們從國防的這個相關法規裡面 是沒有發現任何的限制 那當然 放在刑事訴訟法 它是 權責是 似乎在法令 實定法上是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嘛 那這樣的話 所以剛剛部長見解 就變成這種個人見解了 那我們法規上也找不到依據 所以理論上來講 今天假設一個憲兵隊長官 他今天突發奇想 他想要辦全台灣所有的責務罪 那這樣的話 有任何法規的限制嗎 國防部那邊的法規 我們比較不熟悉 可是我們查閱的結果是 我現在是就司法院嘛 你現在剛剛說 你找不到任何的 找不到任何的一個限縮 他執權的依據嘛 所以我說現在一個 台北憲兵隊的長官 他今天說 我就要跟這一個 一般的司法警察搶 搶業績 那我所有的這一個 一般人民 涉及到責務罪 我都要來辦 那這樣子他 有沒有任何法規上面 給他一個限制 報告委員 雖然看起來 沒有明確的法律的限制 但是司法警察 他僅止於偵辦而已 他連提起公訴的權利都沒有 所以他一定要報警檢察官 他不是只有涉及偵辦 偵辦的唯一主體是檢察官 他只有初步的調查權限 是是是 個案上就不用講了 這個瑕疵 簡直是 我講了 連邵都沒有瞄過 我現在講的就是一般 現在就是說 就尋頌華的主管機關司法員的立場 如果現在來檢討有關憲兵 是不是能夠具有一般司法警察的身份 而在 那他的這個調查的權責上面 沒有給他任何的一個限制 這樣子的一種檢討修正 你們是否同意 是我們當然可以來研究進一步做一個 看看是不是有需要調整 好 好 那 我想請教一下兩位 什麼叫做釣魚室的辦案 定義是什麼 我們可以去做釣魚室的辦案 因為我們可以去做釣魚室的辦案 主要是跟這個陷害教授做一些區別 那麼釣魚室的辦案是說 對於被告 對於這個 某一個特定人 我們從他的客觀的一個 外觀的事實發現 已經可以判斷他有某一個犯罪的意思 那麼這個 這個辦理刑事訴訟偵查事務的公務員呢 他們就利用一些適當的手法 讓他繼續 跟他繼續把他的這個犯譯更表現出來 好 那麼這是合法的 那陷害教授是針對沒有犯譯的人 去教授他犯罪 現在就請部長 現在就是說 從法務部的立場 對於這種所謂釣魚室的辦案 現在整體的立場是什麼 這個當然不能使本來沒有犯譯的人 誘發他的犯譯 那如剛剛蔡廳長所講的 他本來就有犯譯的人 那公務人員 司法人員只是 把他用一種方法 使他的犯譯呈現出來 這就沒有陷害之餘 所以這種情況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是陷害式的就不行 好 那我們現在剛剛已經講了 有關相對的 相關的這個個案 所涉及的釣魚室辦案 這個所謂的這個 志願性這個同意搜索等等 這樣的過程不當 沒有之後到指揮 檢察官的指揮偵辦等等來講 但是這個憲兵 又同時具有司法警察的身份 那麼我們現在又規定 檢察官是唯一的偵查主體 聽長請回座好了 沒關係我現在部長 那這個 檢察官 檢察官當然 唯一的偵查主體嘛 對不對 那所有相關 涉及到所有巡視法相關的偵辦 人家一提就會想到檢察官嘛 對不對 那現在憲兵呢 又不歸這個法務部管嘛 那憲兵呢 在司法警察的這個職權上面 又沒有任何的限制 那法務部在這一點上面 有沒有一個針對這樣的個案 所引起的這種通盤的檢討 有沒有什麼一樣的一個想法 能不能夠說請部長 跟我們一個好好的一個書面檢討 就是說要受檢察官的截制嘛 這個我想大概應該沒有意見嘛 對不對 不管是憲兵或者是警察嘛 那警察在內政部警政署底下 那相關跟這一個 這一個檢察官之間的相關的這一個 聯繫 我想要有一定 那從這個個案就暴露出說 完全不受截制 也沒有要進行相關的聯繫 協調等等 那法務部這邊能不能在一定的時間內 提出一個檢討報告 這個我們需要跟國防部去協商 我覺得委員的這個建議是很合理的 所以那至於要怎麼定 也牽涉到國防部 他們自己內部指揮體系的一個狀況 兩者司法體系跟國防體系如何結合起來 這個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好 我回到這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現在這個相關的規範 我看了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第六條 您在這個第六條 採案裡面提到 就是說現行法也有 就是說 公職人員只有利益衝突之情勢者 應盡自行迴避 但是因為你們現在在第三條 將這個關係的人把它擴大到 這個相當的一個程度 包括所有的這個營利 非營利事業 法人及非法人團體等等 那我現在請問一下 這個所謂的資有利益衝突之情勢 你這個資要到達什麼程度 也就是說 如果我主張我並不資 那可是客觀上已經發生這個狀態了 那你們如何來認定 它需要到達民資的程度嗎 我想還是要從具體個案 因為所謂資這個範圍 有包括說 是他自己有直接利益衝突 還是他的關係人有利益衝突 因為關係人的狀況 跟本人自己的狀況 通常當然 那當然 通常會有不同的距離 對 所以他資 從客觀事實看起來 他是不是應該已經知道 但是他沒有講 好 這個我是覺得 還是要從個案去認定 也就是說您是認為說 當然他本人沒有辦法推卸說他不資 對不對 但是因為你關係人的範圍擴大了以後 就會變成說這個所謂資或不資 要從個案上具體足以認定 他知道才有構成所謂他要自行迴避 因為他不自行迴避 就有涉及到相關滑環的問題 那你因為你要處罰他 我想大法官476要解釋 也在相關的 對於這些所謂你們的處罰 也有些限縮上面的一個解釋 那對於這樣所謂的資或不資 你在關係人擴大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 應該要 要具體各樣要足以認定他資才可以 是 好 那另外就是說 您在那個第14條 你們加了一個說 可能這兩個字 當然原來的現行規定是說 公職人或其關係人 不得以公職人服務或受其監督 這機關團體為買賣租認或承認 這也是引起大法官476要解釋的一個原由 但你們下面現在規定的說 其他可能使公職人或關係人獲取利益之交易行為 我這個就很有興趣了 我到現在為止在相關的法律上面 還很少看到所謂可能 用可能這兩個字 可能這兩個字 就是跟剛剛我講 你說你要知 要具體的個案來認定 主意客觀上主意認定他是知 這個才會知 那這個 我雖然 我條文字不是很清楚 但從部長解釋是 你判斷是如此解釋 那這樣可能這兩個字你要怎麼解釋 其實就是等於知於 就是說 有獲取利益 知於 其實他的用語只是不太一致 但其實 因為還沒有發生 所以當然是指未來 但部長 你知於這個在法條還看過 對不對 逐字 或者大家還看過 可能這兩個字 在其他的相關法令 有類似這樣的規定嗎 是很少看到 所以我們可以再檢討 刑述也有 刑述在哪一條 第161條 刑述是程序法的相關規定 你這個看是實體法的相關規定 這個程序法上面的規定 是涉及到可能一些訴訟指揮上面的問題 這還有一些判斷的一些空間 那你這個是要涉及到 然後直接要處罰他的問題 那這個可能 這兩個字是不是過於 太過於不確定的一個概念 這個措辭我們可以再研究 是不是再把它再精進一點 好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 呃 需要我們先 是